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在我凡介绍美食的时候 今天去了哪里? 今天又去吃牛杂 因为那天试完鱼铛 对了 余泰在我后面 我今天就决定去明兴潮州粉面试一试 其实我是乘巴士 一落车走两步就到了 我现在过马路 因为现在有些车冲下来 都比较危险 走多两步就到了 见不见?前面已经到了 明兴潮州粉面 我进去找位坐下 坐下再和大家慢慢谈 我进来坐下这些明兴牛杂面 一样是有很多食物 這裡還有公仔麵、三文治、常餐等等 有很多東西,百搭套餐都有 這個地方一樣不大,也很小 而且隔了很多板,卡位只有三、兩個 廚房在這裡,還有餐牌、飲品也很舊式 我們點了一些東西,牛腩河和牛雜麵 老婆正在看,好像有炸雲吞的東西 看看是否買來吃 我們點了什麼,再跟大家慢慢聊吧 這碗是牛腩河 這碗是牛腩河 我跟著麵餐,就是30元 凍飲要加2元,包括可樂 我們點了ZERO 介紹一下這碗牛腩河粉 湯底比起上次那間魚太鮮甜一點 很明顯的腩汁味道 另外,河粉底是一般 比較幼,滑,很薄,頭光,不容易斷 但煙韌度不太厲害 吃下去就感覺到好吃 因為它夠薄夠滑 大份量就不算很多 是普通一碗正常粉麵 如果給我們兩個,應該是少的 牛腩方面,我沒有要求它用瘦腩肥腩 它也給了一些有肥有瘦的部位 腩味比較淡,但脂肪味比較香濃 咬下去就比較爽口 另外,配備了1-2條生菜 蔥夠多,另外湯底配合了炸蒜 喝下去除了有腩汁的鮮甜味 還有蔥和炸蒜的香味 整體上,這碗河粉算是好吃,而且抵食 這碗牛雜麵 套餐來說,都是$30 我要了一罐汽水,加2元 這裡和魚泰真的有點分別 為甚麼這樣說呢 首先,那天我好像吃鵝肝的感覺 這裡不是粉的 就是普通外面吃的牛磅 質感輝,亦做得很好 跟魚泰那邊差不多,挺好吃 有塊牛沙瓜放進去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塊放進去 可能會放進去 其實要牛雜有這些也很少 說真的,腸,我很喜歡吃 這兩塊都很肥,很棒,很好吃 另外還有金錢肚 這裡沒有草肚 兩塊都是金錢肚 我吃了一塊,咬下去的質感不錯 不會很黏牙,不會很硬,很韌 這裡的湯底亦做得很好 湯底很好吃 就不是魚泰那邊,像雞湯一樣 這裡湯真的有牛雜那種味 所以這裡也不差 另外也是想起一道菜 大家都是不相伯仲 我想價錢,大家都是差1-2元 但這個麵底亦沒有發脹 麵就很普通 一模一樣 沒有蝦枝 沒有特別的蛋味 是一個普通的生麵 這個也算不差 兩邊來說,我都覺得很接近 這就是酥炸雲吞,45元 一碟就有10粒 這個雲吞也是很普通的 當然,這個雲吞裡的材料 比魚泰那邊更好 魚泰那邊的材料 會比較差一點 比較差一點 豬肉多一點 蝦會比較少 這邊,我這樣咬開 你也看到,有些蝦在這裡 但這道炸雲吞比較有趣 問你有沒有醬汁 什麼沙律醬、雞醬 全部都沒有 所以這間真的是一間麵攤 它純粹拿雲吞出來炸了 就給你了 只是有些生菜 墊底 變成這個也比較普通 還有,剛才老婆吃到 如果那些雲吞 比生菜有些瘦水的位置 焗住了,就會比較軟 如果外露那些 向天那些 就會脆身很多 這個雲吞也不差 不會太厚皮 不會咬下去很刺口 也不是這樣 還有,它有十粒也不算少 唯一它只是沒有醬汁 覺得有少許有趣 就不會用醬汁蓋了這些味道 也不錯 想說一下這個潮式辣椒油 它用一個大的容器 裝著 裡面的渣和油的比例 渣就佔三分一 油就佔三分二 香味和辣味都算是足夠的 但你問我是不是最香最辣那種 也不是 只是普通的 一吃下去都感覺到辣和香味 算是好吃 如果加了河粉或麵 會將味道提鮮和提辣 這碗是剩牛丸 一碗有六粒 價錢二十五元 它都是根山菜佔底 湯就是普通加了炸蒜和蔥香味的湯 還有用了少許鹽調味 喝下去都算香 但那粒主角牛丸就差一點了 就像是凍肉公司或超級市場買到 二十元或者二十多元 鬆一點一磅 你看那些氣孔很少 一定不是自己手打的 是來貨膠來的 吃下去它就不是很爽口彈牙 也不是很軟身 是比較黏口少少少 吃下去不會令你覺得太討厭 可以接受到的 但是吃下去 你問我有沒有牛肉的香味 我就不太感覺到 二十五元六粒 都是正常的價錢 這個是常餐其中一項 沙爹牛肉 我換了米粉 原價是三十四元 我加了凍飲 就要加兩元 所以總共三十六元 先說說米粉底 米粉底 是在牛雜粉麵製的 是用牛雜粉麵製的 很爽身 不容易斷 浸了那麼久都沒有發脹 吃下去都覺得很爽 而且份量很多 所以我吃了幾口之後 如果你有看最初的影片 都看到它是高過擺通粉的碟身 另外沙爹牛也給了六至七片 但每片的體積都不是很大 大概就等於半隻中指那麼大 是沒有花生醬味 它只是有些甜甜的沙爹味 但吃下去都算香濃的 你同不同意 這個都同意 挺好吃 但牛肉始終比較粗身 這裏是有少少美中不足 說真的 這些粗東西來講 你不可能要求又說 A5和牛有這個改良 不可能的 只是口味好不好 牛肉質地做得好不好 但其實它粗身都是容易接受 因為它咬下去 都不是咬不開那種有硬有硬的質地 另外湯底是比較淡 我覺得比起剛才牛雜粉麵檔的湯底 淡起碼二十倍都不止 整體上如果份量夠多 它連起火腿鵪裂和凍飲 都是收三十多元 很值得吃 這個是常餐的火腿鵪裂 因為我都比較喜歡吃鵪裂 我就拿了我老婆的鵪裂來試吃 老婆說我很餵吃 他們倆都是餵吃的 這個鵪裂挺好吃 說真的如果外面 收你十多元 這個 現在在餐裏包起來 當然這些所謂的餐 當然有麵 有鵪裂 有杯飲料 這個也做得不錯 煎得挺香 火腿也切得挺幼 當然我都不去平 任何東西 因為這些蛋 你看到它攪拌 不是攪拌得很均勻 你看到還有些蛋白 即是它不是攪拌均勻 才去做鵪裂 所以不錯 吃得有一個層次感 這個麵包很硬很硬 其實我也未吃 你按就知道已經瘦潮瘦得很厲害了 一咬下去 是那種有些橡皮圖章的感覺 我都未試 一張我會試完再告訴大家 這個一定是橡皮圖章的感覺 大家知道橡皮圖章是怎樣的 那就明白我在說什麼了 想說一下這兩杯餐茶 第一杯凍奶茶小甜 是跟餐加2元 茶底也屬於正常 所以這個茶 就影響起來淡色了些 冰也給得很多 甜度也較少 喝起來也算是正常好喝 第二杯是凍檸茶 茶底也是屬於正常 檸檬給了4片 咬完之後 檸檬酸味已經充滿了整杯檸檬茶 冰也給得夠多 喝起來也算正常幾爽 容量大概是每杯250毫升 鮮茄豬扒飯 說說這個鮮茄豬扒飯 我其實很喜歡吃這個豬扒飯 為什麼呢 當時在旺角有一間糧油 我每次去 回家前 當然是買這個茄汁豬扒飯 還有買這個牛肉通粉給老婆吃 牛肉湯通粉 每次去都一定買 已經買得很熟很熟 後期當然轉手 也沒那麼好吃 買了幾次之後 就覺得不行了 已經沒有再吃了 今天打算來拿回這個回憶 看看是否這麼好吃 我一看到餐單 有鮮茄豬扒飯 嘩 還不買 餐也是42元 加凍飲加2元 即是44元 打算來到 挺好的 看上去的樣子 一看 豬扒已經碎上了 不行 你看看 一條條好像是肉絲 你見不見 比我的命更硬 然後飯也不錯 這個醬汁 它似甚麼呢 似開出來一罐罐的番茄碎 再加一點茄汁 就兜了這個茄汁底 它有些洋蔥絲 當然 洋蔥絲也比較過軟 就不是有脆口的感覺 這個就比較差 我覺得這碗飯 令我的回憶也無法回來了 我要看看何時再找一間 好吃的鮮茄豬扒飯 再試一試 因為這個我很喜歡吃 有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牛肉通 再加這個豬扒飯 就是每次我去旺角小巴站 那間糧油必買 老闆每次都認得我 一去到不用說 一見到我走過去 就懂得跟我煮 很厲害 甚麼醬汁都不用再說 我當時吃得挺開心 就算外賣拿回家 也很開心 現在坐下也找不到 這麼好吃的地方 看看有沒有辦法再找回 第一 這個飯我就覺得比較普通 價錢也很普通 不是很貴 你說這些粉麵店 是不上下的量 我覺得吃粉麵比較穩妥 吃這些就比較 沒那麼穩妥 美人照鏡 這裡很有趣 不是射單 變成所有東西 都會放在桌面 一目了然 就可以看到我們吃了多少東西 這裡有很多紙巾 有三隻碗 還有一隻碟 就是這麼多 接下來就講講最後總食評 明京牛雜粉麵 我覺得它太粒雜 和魚太的做法比較專一 它真的做牛雜 做麵 做魚蛋 雲吞 水餃 做一些麵當的食物 我會覺得它比較好一點 雖然有很多花生 有豬扒飯 又有常餐 還有很多特別的食物 三文治 多士 都會有 但我覺得它比較 沒有那麼特出 我覺得它粉麵來說 都會比較好一點 野食來說 就讓老婆說一說 看看有什麼值得推介 雖然牛雜 我就不吃 但其實我不是 簡陰雜吃那些 我是不喜歡吃 但如果你夾了給我 我都會吃 所以剛才我都試了部分牛雜 例如牛肚 牛沙瓜 其實牛腸我都吃 牛肺 那些 我比較不喜歡吃牛磅 如果說肚和沙瓜 它正常是好吃 牛肚 它比魚太更好吃 牛沙瓜 牛沙瓜 就魚太特別 因為我上次點過一碗 外皮像豬肚 裡面像豬大腸 這次牛沙瓜 純粹像豬肚 豬大腸的部分 就沒有 但它也算正常 因為我上次在水技 如果吃到的牛沙瓜 或者在甘命吃過的牛沙瓜 它也是好像豬肚的質感 所以整體來說 這兩樣都算好吃 至於牛腩方面 我覺得牛腩是比較好吃的 雖然這裡也給我爽口感的牛腩 而且有些油脂香 但它吃起來 如果沒有油脂香的部分 它爽得比較粗 而且如果有些人 牙齒梳 真的有機會放牙齒 其實它的份量也不算太少 它也有6塊 很大塊 但如果讓我選擇 我就會喜歡吃魚太 因為魚太那個是崩沙藍 可能會更出眾 味道和口感都更出眾 所以我就會選擇魚太 另外我喜歡它的湯底 它的湯底好喝的魚太 我整碗清光的湯底 是嗎? 是啊 整碗給它清光 這個湯底是真的挺好喝的 是一滴都沒有漏 連辣椒油一起清光 另外就是河粉 河粉夠薄夠滑 不容易斷 份量雖然不是很多 但都OK的 我覺得是值得點 另外今天做個甘烈 挺出色 兩杯飲料雖然不是很突出 但也不算差 整體來說都OK的 炸雲吞 其實雲吞口感不太差 只不過是黏著生菜的一面 就不太脆 雖然它沒有醬汁給你點 但也算好吃 其實我也想試炸韭菜 不過我們選擇炸雲吞 就算了 我不想一次過吃太多熱氣的東西 我今天說的就是這麼多 其實還有一間叫松記 好像還有一間松記 我們之前吃過的了 我看看會不會再去拍一拍這間松記 現在已經過了這麼久了 會不會是好吃呢 暫時我來說 這間和魚泰來說 我覺得魚泰優勝一點 接下來松記會不會好一點 我們會再去試一試 當然最近疫情我不會試得這麼密 可能會遲一點才去試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謝謝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